今天我问Chill GDT 什么是全职妈妈 以及全职妈妈做理财规划应该要注意什么 结果她给我七点的注意事项 看起来四平八五很正确的废话 但事实上从第一点就是错的 她说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除非她是单亲妈妈 否则至少要把先生的财务状况给一并考虑进来 假设全职妈妈的唯一事物来源就是先生的证语 而如果这个来源断掉 请问你她还能够做什么规划 先生的收入不好那她肯定跟着不好的嘛 那先生的收入太好她就一定跟着好吗 好像也没有一定了 先生如果有钱而且是很多钱 要怎么花怎么用 是她自己说了算的 那么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是非常的危险的 夫妻之间一定要建立理财的共识 在努力奋斗过程的时候 要怎么去省钱 钱够用的时候 什么是可以牺牲掉的 而什么是不会去省的 另外是不是要买房 买在哪里买多少钱 如果夫妻在金钱方面没有共识 那么在没有钱的时候会经常吵架 好不容易有一点钱 也会因为意见不同而增值不下 那么这个家庭是守不住财富的 做什么规划都不会有用的 对全职妈妈来说 建立夫妻之间的理财共识 才是最核心的工作 加油 Let's fire 没有没有 在此评عة 很好